有民网消息 18世纪随西班牙舰队沉没在大西洋底沉睡300年的西式争导 已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重建天日 在日时间8月20号 美国佛州一支寻导类手团队宣布 目前他们在佛州围罗海汤潜水区发现 350枚有300年历史的金币 总价值达450万美元 其中包括9枚稀有的皇家金币